波尔正在杏仇上 在这次比赛中 在小组赛他就表现得非常不错 小组赛他是分在了第二小组 结果他和萨姆索诺夫都是战胜了庄志渊 这样的话波尔和萨姆索诺夫两个人是双双出现 在出现以后波尔就是首先碰到了王立琴 这是一场硬仗 结果他4比3战胜了王立琴进入前4名 然后马林赢了柳成敏 结果马林和波尔碰 在半决赛波尔4比3又胜了马林 现在进入决赛 那么王浩这边是这样 王浩这边下半区是王浩萨姆索诺夫梅兹和 王浩赛胡萨姆索诺夫和梅兹 结果梅兹4比1战胜萨姆索诺夫 王浩4比2战胜赛胡 王浩在和萨姆索诺夫的半决赛中 他是以4比1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王浩在实用会的时候 表现的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在这次比赛中呢 很快就能走出这个低谷 我觉得对王浩来讲呢 这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们也希望今天呢 王浩能够发挥出的水平 能够夺得实力杯的冠军 小金国教练 您觉得这个从布尔和王浩的目前的状态来看 你觉得谁拿冠军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或者说是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 是的 那么这两个运动员呢 同时进入决赛呢 都是我们也想到也没有想到的 因为王浩啊 他一个人在奥运会以后呢 也出现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低谷 特别是这次全会决赛 输给王立琴 那很受平方球爱好者的关注 那么在这次来到这个世界杯赛上呢 应该说逐渐的从低谷 走上了这个一点点的信心的恢复 现在找到了自我 先后赢了赛佛 赢了萨姆索洛夫 还赢了他在上次世界比赛输给的 那个奥地利的小球选手叫陈卫心 应该说有一些突破 波尔也是这样 波尔也是很长时间 也是一个低谜状态 现在也是恢复的比较好 那么这场比赛相遇呢 我个人感觉呢 他们都是属于进台快打快攻 快拉 特别是波尔呢 就是说正反手呢 应该是比较实力都比较平均 所以我感觉呢 从整体分析呢 他们这场比赛应该是50对50 还不能说 谁有胜率大一些 或者胜率小一些 看临场的发挥 好的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比利时的临次市 正在我们给大家现场直播的 2005年 世界杯男子乒乓球的单打的决赛 这是由中国选手王浩 对德国选手波尔 波尔呢 今年是24岁 他比王浩大两岁 王浩呢 是八一队的 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的选手 他是家乡的是吉林吉 这个队员呢 也是在中国在80年代以后 开始推行直板横打 直板横拉的技术之后的 第一个在国际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 好 我们来看比赛的情况 好 好 零比一落后 两强相遇勇者胜 能够打到这个决赛 说明两个运动员呢 都是状态非常好 现在波尔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开局不错 三比零 波尔这个发球啊 他这个套路呢 基本上是 以这个逆旋转为主 就是反向摩擦 现在王浩发球 知道为什么王浩一上来 失误这么多 刚才这个是个碰 也是个碰网球 擦网球 第一个 第一次这个发球抢冲的 可能还上来调解的 还不是太好 王浩要想取得今天的胜利 必须紧紧抓住前三板球的机会 特别是要充分大胆的利用 正手的冲拉 侧身的冲拉 不要过多的依赖反手 或者站在中间 要大胆的侧身 大胆的拼杀 才可以保证他能够取得胜利 王立芹在这次比赛中呢 也是三比四输给了波尔 没有能够进入前四名 来 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尔球是比较凶的 你看这个球往往拉的比较近往 他就反手弹击 在刚才揭发球撇那一板 也是很有独到的地方 今天这场比赛对王浩来讲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那两个大斜线 现在双方已经相差六分 波尔现在是9比3领先 这第一局呢在开始的时候 王浩游区失误比较多 小时导刚才讲了就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这样的话比分拉得很大 这样第一局要想追回来已经可能性很小了 3比9 现在波尔进入状态非常快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了11比3 波尔取得的胜利 我们请小时导赛给大家分析一下 王浩和波尔的第一局比赛 应该说从王浩来说 发球这个几板球就占不了什么明显的优势 找不到机会 那这样的话呢 在对打起来以后呢 波尔无论从力量 从角度的变化 都要比王浩呢 要略高一筹 所以这样呢 就需要王浩赶紧调整这个情绪 要想一些办法 从前三板的 这个发球几发球这儿 先开始突破 要抓住一些机会 发球的时候呢 应该现在它主要是发在波尔的中间 中间偏左偏右 可以发的一些正手位啊 或者是几球再配合一些 这样的变换一下 试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队呢 这次有三名选手 就是马林 王立琴和王浩 三个运动员去参加试列杯 应该说呢 是中国最强的阵容 王立琴的目前是试列排名第一 马林是排名第三 王浩是排名第四 现在呢 波尔是排名第二 所以现在呢 是试列排名第二的 对试列排名第四的 就是波尔对王浩 我们看看第二局 现在王浩在第二局 首先得了一分 在第一局一上来呢 连输球啊 就是比分呢 就拉开了 就不好打了 好的 王浩的正手侧身进攻呢 感觉很很稳健 通常呢就是步伐呢 比较好 侧身一到位以后呢 感觉这个人先站住了 拉开了阵势 所以出球呢 是非常稳 跟第一局的形势呢 反过来了 第一局是连续输三个 现在呢 是三比零 暂时领先 好的 十一分比赛啊 这种偶然性呢 就比较大 往往这个每一球 每一个球和每一个球之间呢 又有一种因果关系 当你赢了一个球 可能就连续赢 当你不太顺的时候 可能连续就出现不顺 这里边在技术 战术 身体素质 和心理品质方面 是综合的反应 所以要求运动员呢 要能够沉得住气 度量要大 看得要远 同时又能够从细节做起 这个球没有出台 小二党你看王浩和波尔如果打起对攻来是不是不占优势 对现在看来呢 打起远台对攻来说呢 如果王浩的力量能够跟上去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形式弄得好一点 王浩呢在第二局比赛里边呢是领先了五个球 但是现在被波尔已经追成了差三分 现在王浩是7比3领先 两个了 他这个波尔两个都是判断失误 他这个手啊都沉到台子底下了 其实这个球第二跳并没有出台 对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在这个比赛中啊 关键是发球接发球 这两项技术非常重要 发球好 那么你就有了主动 接发球好就不至于被动挨打 好的 出发球好 第二王浩就以11比4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大家可以看到两局的分数正好相反 都是比较悬殊 校长您说这是什么原因 现在王浩第二局应该说调整的比较好 比赛往往也有这种情况 一上来比如说对环境还不太适应 气氛不太适应 手也没活动还比较硬 王浩第一局就是这样 这局慢慢适应了气氛 自己也活动的比较开了 脑子也比较清醒了 这局的形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现在王浩短头的处理 控制得非常严密 就是赫尔找不到一些起手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王浩 当有机会的时候 王浩就加力 就花力冲 压制对方 就绝不是说用中等力量 或者勉强地把这个球拉过去 但要凶一些 那作为对波尔这种拳 我感觉应该还是应该多从他正手出口 从他的正手再调回他的反手 这样的战术呢 应该是比较可行的 黄地琴呢 在这个比赛之前的一系列大赛 包括全运会打得是非常的出色 往往一个运动员不可能呢 事事都让你得到 这个有时候在有些比赛的失误 或者是没有完全发护出水平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在大赛中 在奥运会 在市井赛 在世界杯 在全运会 像这样的重要比赛 能够有一席之地 我觉得这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是人才技技 现在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波尔2比0领先 波尔在回球的时候 往往他手腕有一个向上滚的动作 所以这个球呢 比较滚比较冲 一般呢 有时候不太好控制 这也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长 就是跟中国运动员这个接法不太一样 所以往往这个运动员在 对这个突然猛的一撇一推的这时候 不太适应 波尔和第一局的比赛一样 又出现了与三分优势领先的局面 波尔2比赛 波尔2比赛 王浩呢就是正手上手以后 然后接反手这板球 来短 高了 大家看这个球高了 但是王浩反手接的这板接的很漂亮 然后又过渡一个球 波尔太凶了 球出界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给大家现场直播的是2005年的世界杯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是由中国选手王浩对德国选手波尔 这个比赛是在比利时的林次市举行 这里和中国的时差是6个小时 本来我们是希望通过预留的时间正好赶上半决赛 然后再决赛 但是由于这是现场直播 所以正好呢半决赛已经结束 中国三四名的比赛 我们切入 那么三四名的比赛 可能有些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没有看到 最后呢是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马林 他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萨姆索诺夫获得第四 现在看到的是冠军争夺战 由波尔对王浩 波尔是4比3战胜王立琴进入决赛 王浩是4比2战胜赛福进入决赛 最后 起来 最后 完雅 cm 起来 Stanford 掉刺礼 6比8 往后出发球 7比8 这球应该说 波尔的速度和力量并不是很大 这样追成了8平 现在看看王浩的这两个发球 能不能运用的比较好 结果台内700没有打到 这样王浩的是连续输了3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9 双方前两局打成一平 这是第三局 波尔刚才重点是在防守那球防得不错 本来看起来是一个必得的球 被波尔防起了一个半高 结果这是变被动为主动了 现在局点10比8 结果拉中路 像波尔在这局比赛里边是反败为胜 以11比8取得了胜利 从而在开始的时候 王浩是处于一段的领先 被波尔连得了3分以后领先 然后一路打下来 小二长您觉得这局球 这个转变才开始王浩领先 后来又转回来 主要是王浩哪些地方有失误的地方 王浩在8比6以前 我感觉这局球王浩输得有点遗憾 8比6以前 应该说王浩的正手的冲刹 正手的弧圈球 发挥的相当好 波尔有一段是被压制住 而且在对王浩的弧圈球当中 出现了很多失误 8比6以后 出现了一些台内短球控制上的 起板上的 应该也叫是无谓失误 就是处理的不够严密 那么在对冲当中 又失掉一个球 这样的话局面就反过来 王浩还应该像 8比6以前这样 就是充分发挥自己 这个抢冲抢拉 反手搏打 就不能太软 就打丢了也得打 你打太软的话 给波尔反过来 那就是要命的事 这样的双方 目前是进行了三局比赛 王浩是1比2落后 现在是第四局 波尔首先发球 波尔也是从整个技术状态来 也是发挥并不是很稳定的运动员 好的 王浩在第四局比赛 一上来也是3比0领先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 刚才这个台内球的手腕动作很明显 这也是中国英联的优势 再举好 从波尔的表情上来看 有点嘀咕 自己嘴里不停的在说 可能觉得自己不是很满意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现在王浩是6比0领先 这是第四局 前三局的王浩是1比2落后 王浩还没有获得过男子世界杯的冠军 波尔已经得过一次了 漂亮 你像11分的 比分一拉这么大的话 再想追的话就非常难了 大家看这个球呢 王浩是反手 反手 这个直板横打之后呢 接正手 这个是王浩的一个弱点 就是反手连续进攻的时候 突然变正手的时候 这时候跟不上 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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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屋 再进阅 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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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基本波尔好像被抑制住了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3 现在王浩以11比3取得了胜利 你觉得现在王浩的这一局 他成功的主要靠什么 那么下一局又应该怎么办 王浩这一局看来是越打越好 他主要是揭发球已经打开了 揭发球的变化很多 那么就是白短 挑 撇 然后就抢先上手进行冲 进行拉 压制住了波尔的进攻 整个这一局波尔基本上没有什么上手的机会 那在自己发球这一轮呢 那么也是把波尔控制住了 那我想下一局他应该还是这样 我估计波尔下一局啊 他发球恐怕要注意 他有时候发球呢不是很严密 有时候发的有些随意控制的不是很好 可能他要在发球上要下一些功夫 那么王浩也要注意 在激发球继续采用这种多变的手法 然后就紧跟着就要抢攻 就不能有什么过渡球 自己发球更是这样 是吧 我想这样打下去呢 王浩还是有希望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所以这个开局就显得非常关键 从这几局比赛都是这样 一旦赢了第一分 一上来赢了第一分 紧接着第二分 第三分 那么这时候对方的心理上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可能着急要追回来 不愿意拉太大 可是越是这样的话呢 就越不容易控制好球 波尔这个接发球啊 往正手去的一下 有的时候向外撇 有的时候向离撇 它两个方向 就跟发球一样 有的时候是顺旋 有的时候逆旋 它两边走 这球打得都非常刁 虽然球比较轻 但是落点呢 非常好 正好是在中路 大家看这个球 正好打到波尔的中路偏反手 好的 先是中路 然后接着反手 往后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不错 现在场上比分2比3 双方正在进行第五局 前四局是二平 双方正在进行第四局 赞尬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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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很转 波尔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他点不一样 有的时候他是通过高点直接冲 有时候让球往下沉一下 然后突然摩擦往上走 所以在这种变化 有时候运动员一时还摸不清 现在4比4 王浩现在下球,下手非常狠 试个机会的话就非常狠 大家看这个球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一局呢就出现了这种 已跟这个交错的状态 现在双方打成了5平 在前4局基本是都是一边倒的情况 擦网 反向摩擦 结果发球失误了 现在波尔落后一分 5比6 这个球呢 王浩猜的比较准 知道对方是反手到反手位 可是没想到波尔这一把切的质量非常高 打开 一分 第一分 第一分 第二分 第二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6平 好 好 第一分 当时呢 在巴一队是王涛刘国梁 带着王浩一路走过来 那么刘国梁和这个王涛 对这个王浩都非常的关注 特别是在王浩的这个心理方面 在这种拼劲方面 大家都寄托了非常高的希望 王浩就说那个王浩还要狠一点 刘国梁的讲呢 王浩的心要再大一点 8比7 漂亮 那可以看到王浩的动作非常的积极 而且这个连续的意识非常强 那人的这个兴奋精神状态非常重要 精神状态出一个极佳的状态的时候 他这个技术动作的连续性就会明显提高 刘国梁的球呢 处理的往往是比较凶 威胁比较大 但是风险一点 这也是一个侧拉 中国运动员主要在技术上有哪些突破 那马上欧洲选手就学会了 这次王浩我感觉他从第五局开始呢 球应该是越打越好 他主要是贯彻了这个纸板选手 这积极主动抢先上手这个精神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 就要制造机会 就是抢先的把自己的正手弧拳球发挥出来 压制住波尔的反手 走 漂亮 那大家看有时候可能过凶造成自己的失误 那都在所不屑 都在所不屑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输球不输礼 不能把礼输掉 那这个球呢是到了王浩的中路偏正手 但是王浩呢是用反手来接 这个难度很大 现在双方在第五局 打成了10比10 这个到了一球定乾坤的时候 好的 王浩是采取了一个发的短球 然后波尔摆短 王浩挑起来连续进攻 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特色 就是前三 利用前三板创造优势 其小胜为大胜 看看波尔 也是短的 在这个对拉的过程中 波尔有一个变化 就是在侧身位以后 他突然有一个迎前拉 大家看 这是被动的 然后波尔开始反拉 再反拉 这时候注意往前站了 往前赢了 英勇员就需要一关一关的过 11比11 好球 王浩又闯过了一关 现在12比11领线 又轮到波尔闯关了 小二岛一般在这个 就是这一分之差的这时候 一般运动员应该 你觉得应该指导的时候 应该告诉他什么 一分之差 就是这一分最关键的一个球 那指导要综合这一局的情况 特别是前两个球 发球接发球的情况 要指导他是继续坚持 韩岸原来那样的发球 还是要应该立即的采取一些变化 那是对方不适应 才出现一些机会 一般都是这样的指导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比利时的东道主大赛福 波尔罗后一分 结果波尔是准备加力来一板 结果反守卫是进攻失误 这样王浩就以13比11 取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这一局打的是最艰苦的一局 是相差两分 我们请先生郭教练给大家点评一下 这一局王浩呢 我们认为应该说比前几局的打得都要好 越打越好 主要是说压制住波尔的反守 充分体现就是要积极上手上前 利用自己的弧拳球抢攻抢拉抢冲 就不给对手有反守的机会 所以这样呢 就一直局面是在王浩这个优势 这个这个事态是在王浩这边 王浩压制波尔的这个这个形式下进行 这样就好办了 就说就像我刚开始一来 我就说王浩必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抢先上手 正手的拉冲 否则他就没有其他的出路 那我们反观波尔呢 波尔我看今天的球呢 打得过于保守 他过于保守主要体现在 完全依赖住反守 没很少有利用侧身去去抢先上手 抢先进攻 和昨天王立琴那个球 他可能以为昨天跟王立琴一点打两点 他取得了胜利 今天耗在先给王浩正手 再调王浩反守来寻找机会 但是王浩的由于出球的质量比较高 所以一直压制着他 我估计这局波尔要抢先上手 要侧身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双方 这个第六局的比赛 波尔在前五局呢 是2比3落后 擦网 白短 高调胡轩 波尔是比较凶 王浩相对比较快 现在换一个球 比赛继续进行 在前四局呢 都是一方呢 领先比较多 但是到了第五局呢 就是交错上升 最后是两分之差取胜 现在是第六局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为大家转播的是 2005年世界杯男子乒乓球比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王浩 对德国选手波尔 王浩这样就是往波尔的正手去几个 咱们就牵制了波尔的侧身 那使他侧身的时候 他还要考虑正手的空档 这个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王浩呢 在半决赛里边是4比1 战胜了萨姆索诺夫进入决赛 波尔是4比3 战胜了马林进入决赛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马林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获得了系列杯的第三名 萨姆索诺夫获得第四名 高调弧圈 波尔这个弧圈球也很有特点 你给它拉的时候呢 非常的剧烈 摩擦很转 大家看是下降点 向上用力 但是他的弧线呢 又比较低 所以进攻型的选手的防守 必须要好 王浩呢 靠着防守已经拿了很多分 好的 这是运气球 在前面的5局比赛 王浩是3比2领先 也就是说如果再能拿下一局的话 将以4比2取得胜利 现在王浩呢是领先2分 现在王浩呢是领先2分 您觉得他有什么应该变的 对 现在王浩比较成功呢 就是通过压反手突然的 利用波尔侧身的机会 突然给他一个控张 或者有时候直接再过他一板正手 这样呢就使波尔在侧身时候呢 就要有一些顾虑就产生了一些犹豫 他这个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反过来呢 还要以压他的反手为主 因为波尔这个反手这一板球没有什么威胁 那王浩就能取得更多的主动上手的机会 好的我们再来看后面的比赛 现在6比4 去发球了 总体来看在发球方面呢 这个波尔接发球不如王浩接的好 相对来说 接发球又是一个输 这两分非常关键 现在双方已经拉长了4分的距离 现在查看比分是4比8 现在波尔要想能够取胜呢 必须要有点独特的东西 5比8 波尔的弧线非常低 这样波尔连续赢了2分 现在又把比分缩小到了2分差距 8比6 王浩这一轮的发球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个白短的时候高了 现在还相差一分 白短 这个在相差对打中 波尔的质量很高 这样王浩和波尔在第6局里边就打成了8比8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呢 王浩还以4分的优势领先 转眼间呢 已经打成了8平 现在反过来呢 有波尔发球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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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知道 ippers正在迫无资 我们看到 有迫无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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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迄述 最后呢 波尔是11比8 取得了第六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双方呢 打成了3比3 我们请萧青国教练 给大家点评一下 这局比赛呢 我们明显看到 波尔在战术上 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就是一改前五局 站在反手 用反手为主 力图调动王浩 然后出机会 再找机会扣杀这个战术 就是提前呢 就是积极的呢 侧身用正手抢脱 这次用正手达到 直接侧身 用正手达到了八次之多 那上一局 基本上一个正手都不用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变化 看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王浩应该说 我们不给他侧身 是不可能的 那个他侧身怎么办呢 我感觉 波尔这个低 低手的高旋转球 是他的特点 他低手拉 但是那个球弧线不高 但是很转 这时候王浩倒可以不必要 用那个跛杀呀 或者用反冲啊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应该可以要赢上前 应该赢上前 用快带呀 快挡啊 先过渡一下 然后有了机会 再主动上手抢攻 另外就是王浩本身 还要再加强抢攻的意识 好的 我们看看2005年 世界杯男子单打决赛的 最后一局 决胜局 这个开局呢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作为运动员来讲呢 必须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一己之长 公比之短 而且要坚定 要果断 漂亮 那王浩今天呢 在对拉的过程中 下网比较多 这跟波尔的这个球的 弧线低有关系 我们注意波尔 波尔测身以后 大家注意这个球 也是低 低拉 但是球呢 弧线非常低 这样球 虽然失误 但是还要 必须要坚持这样打 要坚持主动上手 这样波尔在决胜局 第七局里边 一上来呢 是开局非常好 是4比0领先 王浩在前面的抢攻呢 攻势不错 但是失误率比较高 现在有王浩发球 0比4 这个整个的比赛中 这是第一个发球失误 可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失误 这个非常令人可惜 我们也希望王浩呢 能够全着冷静 能够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力争 能够反败为胜 每一次关键的比赛 对运动员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和锻炼 短的 调起来 又是个运气 擦边了 这样波尔开局非常有力 是以6比0领先 到目前为止 王浩已经没有退路 只有倍数一战 是以6比赛 以6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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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五分 漂亮 这一板王浩处理的非常好 在有机会的时候必须能加力加力 能制造难度制造难度 刚才那球王浩拉的很重很沉 所以造成了郭尔击球不广 就这一板球 还差四分 漂亮 这几球打得非常好 好就好 在王浩在0比6落后的情况下 显得不慌 而且是一分一分的往回抓 手又不软 这个很难得 还差三分 王浩在0比6落后的情况下连得四分 现在关键要接好布尔的这轮发球 擦绑重发 现在布尔在对拉的过程中呢 去王浩的反手 还是盯着他的反手 往后侧身拉斜线出界 这样比分又扩大了三分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4 这个接发球接的高了 现在又回到了相差四分 那王浩是4比8落后 这是2005年 平方球男子世界杯的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局 前六局是3比3 那这个球拉丢了 但这时候呢 抢弓啊 是没有错的 必须要抢在前面 这球布尔白短以后突然切个长的 所以布尔在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啊 那已经有明显的提升 再加上他后续的进攻呢 威胁很大 所以这样呢 使得运动员在控制的时候呢 就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好的 现在王浩呢 还有一线生机 这样布尔呢就第二次获得了试列杯男子单打的冠军 他是以4比3战胜了中国选手王浩 这一路过来啊 布尔在整个的比赛里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他是呢 先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张志焱 在小组比赛里边 然后呢 又在进入前四名的时候 4比3战胜了中国选手王立琴 然后呢 接着又在半球赛里边 4比3战胜了中国选手马林 最后又是4比3战胜了中国选手王浩 所以布尔的一个试列杯的男单冠军 应该说是非常的令人信服 是连续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第三 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选手王立琴 马林和王浩 而他呢 现在正好是世界排名第二 这样他就获得了自己的2005年男子世界杯的冠军 这也是他第二次获得这个殊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布尔是非常的激动 我们现在请国家体育总局拼语中心的顾问 肖兴国教练给大家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王浩学院这次以4比3 就是既很接近的比赛苏格布尔 但是我感觉王浩呢 应该说从精神面貌也好 从既战术的运用也好 应该是比以前呢 应该是放开了 更大胆了 那个能抓住自己的主要的东西 那我感觉这场球它应该总结的呢 不完全是战术问题 应该还要总结一些技术问题 因为在第七局当中 明显出现一些不应该丢的球丢 不应该失误的球失误 那主要是一些手上控制的还不够严密 是不是啊 有时候它对波尔的一些搓长球啊 或者是拉球啊 准备的不够不够充分 这些都是可以 再回去继续练的时候 要练得更加精准一点 那从战术上讲呢 作为王浩这种打法 就必须得坚持积极主动上手 因为他们如果不积极主动上手 被波尔这种欧洲选手上手 如果打到远台 应该说王浩的力量 要比人家要略微弱一些 所以说呢 我感觉这场球呢 在我们看王浩这个运动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